远警开着巡逻车到加油站加油 突然看到一名光着上半身 只穿着泳裤的男子上前求助 匕首画脚希望警方能载他一程 远警答应后男子鞠躬道谢并坐上巡逻车 这起事件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 穿着泳裤求救的是54岁的女性男子 原来他跟老婆和宠物到新北共聊奥迪外海 准备完SUP地獎冲浪 想一路冲到秘境经营导游玩 没想到却遇上海流冲击 冲浪变成了被浪冲 这一冲就在海上飘了三公里远 一直飘掉奥迪加油站旁的陆地才上岸 但是手机钱包都不在身上 刚好看到巡逻车在加油 于是连忙向远警求助 远警二话不说 载着男子回到下水的出发点 让他能开车载回老婆及宠物 飘到林木地地三公里外的陆地 因人生地不守 加上未带手机钱包的物品 幸好遇上警方协助 警方也呼吁民众参加水上活动时 要注意自身安全以及天后变化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朱丁龙 王毅德 新北报道